约了外婆爬山他应该快到了吧 谁会约自己的外婆爬山呢 带个老人多没劲呢 确实没劲 肯定得是咱们这种年轻的爬山才爬得动啊 不许你们这样说我外婆 外婆 这里 外婆 来吧 不管你外婆连走路都不太行 确定能爬山 放心吧 孩子 我会爬山 阿姿 我们走不跟他们一起 去我了 宝贝 不气 不气 他们跑这么急 一会儿就没力气了 我们稳住就能赢 外婆说的 我道歉 瓜瓜 你不会是走得急连早餐都没吃吧 好饿 林瓜哥和她外婆肯定会在山脚下 跑向她的 没错 她们这速度 慢得跟个老文贵似的 老妈 我们到山顶上画两只乌龟 集中一只还要画上山马尾 我看行 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营养早餐不能少 十分钟后 这楼里怎么这么长了 我爬不到了 已经很棒了的 那两只乌龟肯定还在很后面呢 乌龟 什么乌龟在后面 哪里 哪里 两只乌龟在那边休息呢 你们说谁乌龟 刚才谁说我 我就说谁 不充点水分 拜托 咱们继续出发 哎呀 会爬山的人准备就是充分了 包里面还有鸡爪 鸭脖 薯片 可乐 跟呱呱宝贝到山顶上野餐去咯 老妈 我也要吃东西 喝水 喝什么水 喝了没地方上厕所 别喝了 老妈 你爬山 咱们啥也没带 你看看人家 咱们啥都有 你牛牛 你皮痒痒是吧 敢这样说自己的妈妈 啥也没给我带 你牛娘 外婆 你看 眼睛不够大了 那咱们可就不管他们咯 走 外婆带宝贝到山顶上大风景去